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续时光的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Olivia 廖景玉廖董事长 其实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我每一集其实都找不同专长 不同特质的老板 部长或者是创业家 一起来讨论他们所看到的世界 Olivia 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什么意思呢 在电子业里面 其实律师背景的没那么多 政界比较多 对不对 然后廖景玉廖董事长 其实他是个律师 而且还有很特别的背景 他是留日的 东京大学的硕士 我记得是这样的 他在半导体公司工作很多年 第二个 他在大陆也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都是 蛮关键的一段时间 所以在节目一开始 是不是请Olivia跟大家谈一下 你大致上的人生经验 很快地做一个简介 大家好 我是Olivia 廖景玉 其实我小时候就是长在三小的老街上面 然后很平凡的家庭 那我觉得我的求学过程也很平凡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要念书 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苦 就这样一路念上来 一直到念到政大法律系 当时我们的法律系还没有像今天这么的行 我们好像是自从陈水扁 马英九当市长之后 法律系才变得非常行 那我从小 比较特别的是我从小就立志当律师 那我们就当了律师之后 也一直服务日本客户 那后来就是因缘际会的关系 我觉得好像要再加强一下自己的能力 就到东大去念了法律研究所 那回来之后 其实我以为我一辈子会当律师 从事法律工作 是 可是那时候我先生 因为他要外派到中国 单纯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我觉得我要跟谁的家庭一起过去 那时候刚好现在这个公司ROM在找 大中华区的法务长 我就应征就进去 那接下来就是一路从法务长 做到营运长 再做到罗姆台湾的董事长 那我应该是第一个就是 本土的董事长 对 没错 女性 还是女性 因为干嘛特别强调女性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女力 其实Olivia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就是他是2008年 世界金融海啸的时候到中国去的 是 人家北京还是上海 上海 好 为什么特别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2009年是 中国大陆的GDP第一次超过日本 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 是 第二个2008年北京的奥运之后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中国人的自信心 超表 破表 是 第三个就是 iPhone在2007年出现 然后2008 2009 因为iPhone是双向的 就是Data Traffic 它以前我们手机是 收听用的 但是 iPhone或者是智慧型手机出现以后 它会变成双向的沟通 那中国有14亿人 双向沟通所创造出来的 数据的流量 环境 让中国14亿人的价值 比以前提高很多 所以在2009年以后 几乎我们才看到 中国的智慧型手机的供应链 成为世界级的供应链 而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也是在2009年以后 开始起飞 那中国在2009年到2019年 这十年当中 其实我认为那是中国的 黄金机遇期 对 这是十年你看到的 很重要的改变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2009年前后 你看到中国的改变 最主要的改变 还有哪些 我觉得那是因为 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对中国的印象 还是觉得很多的事情 是很落后台湾的 那当我们到中国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他们的人才 也许在半导体 电子业也是非常的人才积极 但你跟中国人在做对话的时候 你要用他的方式来去做 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去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那其实在中国生活最痛苦的事情 应该是你没有网路的自由 当然你也没有言论的自由 你任何key到一些特殊的字 比如.com.tw 你是绝对不会看到 那时候你就觉得说 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 其实你的收获的知识 跟你的output 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限制 那中国的同事大致上也是这样 他们收到极度限制的知识 他们出来的想法也是会有受到限制 我们看到的是大概是这样子 我那时候2008年 进到中国的时候 最讶异的就是很多事情 只有中国才有 比如说我们在别的地方用Yahoo 用Google 用你喜欢的搜寻软体 但你到了中国 你只有百度 好那其他的 比如说像买东西也是一样 我们在其他地方有Amazon 但是在中国 你只有阿里巴巴 支付宝 这些东西 那你在 尤其是支付宝 我觉得是当时一个 我们认为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 支付的工具的时候 可是后来你在过十年发现说 哇原来它是一个整个收集你 你的个人 个资的一个最好的一个 就是最佳的一个方法 所以在当时我觉得 尤其是在2008年那时候 中国极力于去 promote它国内的企业 其实它也可以 在排除国外的企业的同时 那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让中国就像社长讲的 这个中国的整个的制造能力 还有整个的市场需求 还有它放出来的整个的能量是非常的大的 假设没有2018年的川普 这样的疯狂的举动的话 我想2025中国制造 应该是一定会成功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 China Internet 它对世界经济跟游戏规则的影响 其实很大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可以理解 世界的经济的领导国家是美国 就是14亿人 对 但是 这个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所以它就会牵涉到 第一个 游戏规则 全世界它不是同一套 就中国有中国的一套 它觉得说 比如说 在社群网络上面 它必须是实名字 那在西方的世界里面 你可以用英文的名字 你可以用不同的名字 那方法就不太一样嘛 第二个就是说 我常问这个问题 到底苹果 Tesla 在中国大陆跑出来的数据 是Tesla还是苹果的 还是中国政府的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政府的 你觉得 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话 那中国就不是共产主义 是 因为共产主义就是 你的东西是我的 我的东西还是我的 是 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 但是我刚才讲 如果你是一个 第二名的国家 如果你用第一名的方式 在它的游戏规则底下 参与游戏的话 你几乎没有翻身的机会 所以 这个就是第一名跟第二名之间 永远可能存在的竞争 这是我看到的 事件 对 这样社长之前有写过 一本书是讲 就是中美战争的部分 其实像台商来讲 在中美战争之前 他是如鱼得水 因为他赚西方的钱 他也赚中国的钱 他利用中国很好的 一个人口红利 来赚取说他们的一些 在那边设工厂等等 可是你看现在这几年来讲 台商面临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危机 也许也是转机 所以他们必须要往东 往印尼 往印度 往越南走 现在的台商 甚至于我的公司日商 他们都必须要选边站 这是现在的一个 非常现实的一个状况 但这对台商来讲 我觉得是危机 也可能是转机 因为在这之前 大部分的台商 其实是想要赚中国财 但是接下来的话 你可能有机会赚美国财 赚越南财 然后印尼财等等的 这个其实 这几年对台商来讲 应该是很波动的几个年 但是我相信可能2025年之后 整个状况会有一些不一样 我知道Olivia 跟台湾的制造业的关系很好 现在我们制造业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生产基地 从中国大陆 迁移到越南 印尼 印度 菲律宾这些国家 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认为就是 其实我们的客人 他们移动的速度真的很快 再半年一年 大概就把厂给整个移过去了 然后台商在这个阶段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机 就是利用这个阶段去把 并不是说去中国化 而是说能够把中国以外的这一条路 试试看走 那之前前几年的时候 有在越南有一些暴动的事情 让台商却步 我相信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训 让现在进去的台商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现在的台商 在这一波我看到的状况来讲 大家是比较合作一点 就是说之前的台商比较单打独斗 但这一次台商的转移的时候是一个 我看到状况 有不同讯息 对 一个牵着一个 就是有一家先去了之后 他可能开始 我一部分的厂租给你 让你来试试看 那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大家的合作 你知道 就比较不是一盘散沙 那在这一次合作 至少我现在看到的 大家都是往成功的路在走 好 我们前一段是 第一段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们对亚洲地区供应链可能一些看法 那下半段我想跟Olivia谈一下 我们看到的跨界 跨国 跨世代之间 我们怎么去理解 下一个阶段 我们会面对不同的产业化跟市场的环境 有点多分 无缘的 将来 能有可求的 但是 这个地方 我看过 这边 第二个 是 对 她 和 鱼